金马奖这家导演奖 跟我们聊聊您的心情好吗 好 聊聊心情啊 是啊是啊 好 我感觉很高兴 我有点印象不到 为什么会 不过我现在很放心 因为我希望我们一大堆人来了 希望总有一个奖 然后拿回去 现在还自己拿了奖 那是交杯的高兴 那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片子 是这个片子选到了你 是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是 其实我应该把李安琳也请到台上 因为她在创作上 就是因为这其实是她的作品 不过我只是提她完成这个任务的 杰森夫 因为她把她想说的故事 什么都写成了一些非常详细的材料 然后一直在拍的时候 都在帮我忙 跟很好的创作意见 那这次跟叶德贤 还有刘德华合作 辛苦吗 并不辛苦啊 因为她们俩都是非常有主见的创作人 而且经验都非常丰富 也非常有性格 可是她们提出来的点呢 我都是觉得很好的 所以接受她们的意见没有问题 因为如果很多人提出一些意见 而且她们提出来的是加强了剧情 也许是把这个心动得更好 就比如在公园里头的那场戏 其实那个词本来那个对白已经写好了 写了好多次 那场还是在现场的时候 在自己对出来的 那么比原来的还要好 那如果是好的就没问题了 是是 其实导演谦修了 这部片子里拍得真好 把这些生活的细节很细腻的表达出来 那这个作品在威尼斯基很多的其他影展 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你有觉得就这个片子 其实有让香港电影 就是从比较流行的这个 所谓的剧片的这种拍摄 在回归到 就是香港的本土的人文电影 这样子的一种味道吗 我看主要还是要她票房好 如果要人投资 则讲有点用 可是还不管用 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希望 在香港争取一个好的票房 那么就会有多一些人 投资这种电影 玩了其他的导演 可以多点机会拍这种电影 好我们希望金马甲 可以帮助这部票房 那边的媒体朋友们 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欢送我们许导演了 恭喜导演的 金马甲这家导演 谢谢恭喜许导演